请 进来 喂 政官 昨天晚上后半夜 老苍狼带人去了 夏丰和那个女共产党的牢房 谈到天亮才出来 我担心情况有变 咱们得提前动手了 赶紧集合队伍 是 别动 干什么 你们干吗呀 起来 你们干什么 干吗呀 你们干什么 快 轩龙 老实点 轩龙 快点 夏丰 你不着急 你这边 你这边 这边 你这边 你这边 我 这样 行 我 有 那个 行 我 小枫 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就别再跟我 耽误时间了 我真的不想因为这个事情 有人搭了幸福 这对人性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摧残 所以 小枫 为了我的信仰 为了我们党国的利益 为了胜利 我希望你跟我走 胜利 你们何谈胜利 从沈阳到长春 节节排退 天下之大 可也没有你们这些 跳梁小丑的隶俗之地了 白先生 送你们六个子 退台湾 保平安 命只有一条 机会也只有一次 准备 现在机会就摆在你眼前 到了你该做选择的时候 好 小子吗 预备 等一下 我有话要说 下风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 你不会打枪 我笑你不像个男人 不像个男人 可是此时此刻 站在我眼前的你 是我最敬佩的爷们 为了党的任务 即便是牺牲 我们也要坚持自己的信仰 与理想 小枫 你笑一笑吧 就当是最后的告别 小枫 记住你的使命 记住我的名字 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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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住手 住手 你把他推下去了 不是 所有人都看见了 他自己跳下去的 我说过的话白说了 我说了谁都别碰着女长官 你一大早把他们带来 要主角是吧 不是 大胆家大 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白岐山 你这是家伙给我知道吗 你是让我跟共产党接仇 你怎么不把这姓夏的也推下去啊 你不能推 香圈你还没找着的 所以你不能推 把他给我带回去 走 走 离队长 老仓狼来 带过来 是 离队长 听说你找我 对 我找你 是找我要人吧 让你猜对了 今天晚上 你们必须把我们的人放开 要不然 你也看见 我 你们必须把我们的人放开 我们就开仗 干点黑虎堂 可不是那么好打的 说得没错 不过 那要看谁打了不是 这么多年你我之间 没少打过交道吧 行了 咱也别扯犊子了 我就问你一句话 人 你们是放 还是不放 师爷 我说一句啊 为了白七山 这么一个丧家之权 你跟荡当家的 赌上一辈子的本钱 值吗 你们 容我三个时辰 行吗 行 我就给你三个时辰 三个时辰 如果见不到我要的人 我们准时发动进来 是一个人 是个人 一点 咱们 准备 我一定是 很有想法 好 张贵的 张贵的 再喝口水吧 来 张贵的你干啥呀 不吃不喝 你要急死我呀 姐姐 二少爷 二少爷 七姐 他已经一天没吃了 你快去念念他吧 二少爷 老苍龙输了 护白月就放咱们下山 实际离山路呢 来 喝点水 都怪我 都怪我 如果不是非要去找天不杀 五岐同志就不会被抓起来 他要是不被抓起来 他就 我 你 我 他 他 你 我 他 我 你 他 你 我 我求你了 你多少吃点东西 对不起 好 时间也差不多了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山路不好走 再等等 走 叫我什么呢 师爷 把门打开 是 怎么样 老苍狼 怎么样 怎么样 还没好了 赶紧走 快 快走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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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快走 走 走 快 consult 橇 鬍子 闌嘆 � Eisen 闌手 梅 闌手 闪 seriousness 闪 Feng 闪hui 宝静 闪心 闪ujemy 闪瀚 队长 这老苍狼 不会再忽悠咱们吧 这说话天都亮了 不行 咱们动手吧 宝贺 到 你带上几个人 上山去看一看 一旦发现什么情况 立马回来向我报告 一定要快 快去 是 你们俩 跟我走 串总 要不我背会儿吧 没事 姐 我能行 林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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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下长们也回来了 走 好 输啊 跟我输啊 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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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输啊 输啊 输啊 杏下的共产党 当你谁给放走的 你输啊 说呀 爹 你们这些人 也算是山上的老人了 怎么连个人都看不住呢 愣让共产党从你们眼皮子底下跑了 借 留着你们还有什么用 来人 按山上的规矩 拉出去 崩了 是 哥哥 大能家的 杀了他们几个 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没有上面的人发话 他们是不敢放人的 不如这样 把他们四个人交给我 我一定能查出 他们的幕后指使人是谁 不行 这些人平时归我管 怎么处置 我轮不到你吧 师爷刚刚说 这几个人平时归您管 对吧 怎么了 大能家的 那我就不明白了 既然这四个人 是师爷手里的 那没师爷的发话 会是谁发话 让他们放的人呢 你甭拿话绕的 违抗命令的 不止他们四个人 还有呢 那就是你白长官 昨天 大哥没有发话 你怎么敢违抗命令 私自处置那个女共党呢 幸亏是让我处决了 不然都得让他们给放了 你现在一定很后悔 你现在一定很后悔 当时为什么没有把这姓夏子 一块儿处决了对吧 真是老天有眼 尽亏黑虎堂这个家 没让你当 师爷 你说够了吗 杏夏的共产党是你手底下的人给放走的 这罪没有归到你的头上 已经是大当将的给你留面子了 给我查 查出背后指使者到底是谁 把人给我带走 我看谁敢杜我兄弟 不是 想要知道 是谁放的话吗 我知道是谁 那个人叫天不杀 是谁 你别起来打马护员 你给我闭嘴 可知道我为什么放人家吗 人家救过你二当家的命 难道你忘了 人在江湖上婚 要讲究个义字 要仗义 要执人图报 他性下的救过你一命 还他一命 反正人情我也还了 要执人图报 有不服的吗 行了 要是没别的事 就都给我滚毒的吧 起来吧 二当家的 你消消气啊 我还什么二当家的啊我 我连个老苍狼都收拾不了 我哥今天明摆着就是护着他 那人要不是他放的 我就不姓李 是 这事是明摆着的 人就是昨天晚上放出去的 我 我连个老苍狼都收拾不了 我哥今天明摆着就是护着他 我哥今天明摆着就是护着他 吓得放走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给自己留条后路呗 黑虎堂杀的人都能把后山给填平了 他们以为放走了下风 共产党就不追究了 笑我 这个老苍狼 没少给我哥出馊主意 事都坏在他身上 此人不能留 有点扭伤 没大事 我这儿没事 关先生 主要是二少爷那边 他怎么样 夏公子那儿我看了 也没什么大事 不过这个伤口有点化浓 他脑子瘦了重疮 到现在还没清醒过来呢 那 这样吧 这两天呢 我常过来照看 好不好 太麻烦你了 关先生 那我先走了 行 麻烦你了 关先生 翠儿 送送去 先走了 快去送送翠儿 慢走啊 关先生 你好 我叫吴奇 来 我再下封 我 丑龙哥 丑龙哥 早 我给你做了点饭菜 先吃点吧 我现在不饿 夏公子不吃不喝 你也不吃不喝 你身体垮了怎么办 我现在真吃不下 你不是说要保护夏公子吗 你这样不吃 身体垮了 还怎么保护夏公子 七姐说 咱们是一家人 你要不吃 小翠也不吃了 郑伟先生 恢复过来了吗 看来武区的牺牲 对他打击太大了 这帮畜生 当初我们把人接下来 就应该立刻攻打 当平打黑胡党 别说气话 能把人救回来 就好了 当务之急 我们应该想的是 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我打算去趟松腹城 取自治军司令部 要打 那我集合队伍 咱们彻底地消灭他们这帮 给我看见 打什么呀 秦沐云现在死了 正式接收这日部队的好时机 接收自治军 你信得过他们 我信不过的是秦沐云 他们现在群龙无首 我相信正伟说的 加以改造的话 这支部队就能为我们所有的 人家者 把她过来 扭转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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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乌琪走了 你心里不好受 可是 这活着的人 还得活着 日子该过还得过 你要是真觉得憋得慌 你哭出来 实在不行喊两声也行 夏丰你是个爷们吗 你干吗来了 你自己看看你现在这个怂样 你的任务呢 兄弟呢 就为了一个乌琪 什么都不要了 你死的得先兄弟呢 你如果连这个坎都过不去的话 你还对得起他们吗 好 我看你这样我难受 我心疼啊 我 看着我 你看着我 我 是 我告诉你 夏丰 不管你愿不愿意 从今往后我跟定你了 你这些不愿意 你不愿意 你够了吗 你不愿意 我认为是什么 我认为你 你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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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算了吧 我还是自己收着比较好 下次见面的时候记得还给我 好 等我胜利归来的时候 娘子 打着个王八族子的 给咱们无欺同志报仇 据我分析 目前 从敌我的力量对比来看 我们 绝对没有胜算 敌人 无论从兵力上 还是地势上 都占据着优势 是 你们今天去自治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他们有多少人 他们有多少人 人倒是不少 一百来号吧 现在陆续还有人归队中 那 许大夫那边是什么意思 他的态度不是很明确 可我看来还需要做他的工作 要是能把他们拉过来 那咱们人数不就够了吗 你们呀 想要拉到这支队伍 恐怕没那么容易 下周围 周围 坐 周围 坐 我看你伤还没好 就没笑你 想让你多休息 我们几个先开了个执委会 把目前情况凑到一块 大伙商量商量 来 坐下说 坐下说 我呀 刚才在门口都听见了 我呢 不太赞同打黑虎堂 为什么 那你说说 为啥要打 给吴七同志报仇 打了黑虎堂 还可以让松府地区的老百姓知道 在这嘎上 就是咱们共产党的天下 老河同志 你说说 我们的第一任务是什么 你咬什么糖啊 问你话呢 是找矿卖土 黑虎堂 黑虎堂一手难攻 我们现在要打黑虎堂 需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上面 那我们还能完成任务吗 我认为 应该等他们下来的时候 我们再打他 那咋让他们下山啊 这白旗山呢 跟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他一个人在山上 什么情报他都得不到 等他下山来找情报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的大好机会 到那个时候再打也不迟 明白了吧 走 走 走 这人都跑哪儿去了 这儿有一个 各位先生 吉祥 您吉祥 这 您这是 我是听说夏兄弟回来了 特意赶过来看看我的恩公 他不在呀 他都能出门了 我说呢 看我这儿来的真不是实话 呦 谁啊这是 这一看就是遭了罪了 我看看 没事吧 没事 这不好着呢吗 吉祥 我一听说你跟恩公 被这姓白的抓山上去了 我这着急的好几宿都没睡踏实 不是我怂 这要搁到几年前 我肯定当然就杀山上去了 可是你看现在吧 我这手里 要人没人 要枪没枪 我杀不上去啊 行了吧你 又没人怪你 再说了 人家二少爷手底下有的士兵 显得着你啊 这 放心吧 这不都平平安安回来了吗 二少爷身子也痒得差不多了 那就好 这回这黑虎堂可是多行不易了 可把这个夏先生和花旗姐折磨得够呛 可你说结了这么大梁子 那二当家的居然敢下山逛松府城 你说他哪儿那么大的胆子呀 你说谁 二当家的 就那臭娘们 对啊 什么时候的事 就 就昨天 不光我一个人看见了 那城里边做买卖的人都都看见了 哟 都在哪儿 登公 回来了 非夜 哇 你看这让人给折腾的 我今天来啊 是特意来看看你 给你带了点东西 好 随便 我有很重要的话想跟你说 那楼上请吧 来 进来 恩公在上 受兄弟一拜 你老干这个干什么这是 恩公 今天 我们是来投靠你的 投靠 就 按照你们的话就是 加入你们的组织 虽然我手下人不多 但是我们这些兄弟 对恩公你 那是心服口服 今天我就代表我和我的兄弟们 拜你为大当家的 从今往后 跟着恩公上刀山下火海 我们这几条人命 就归你了 这事啊 我希望你得想清楚 我们呢 是有组织 有纪律的 不是说光凭那一股子 一起就能加入的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你这是 是 瞧不起我们 不不不不不 行了 我明白了 你现在呢 信不过我小肥儿 行啊 那你等着 为了表示 我们加入组织的决心 日后定给你备份大礼 走 请 请 夫人 深夜造访多有打扰 好 夫人 那天晚上的事 不要提那天晚上的事了 你们这次来 到底有什么事 就请直说吧 好 我有几个问题 问完就走 我想问一下 老太太在发病之前 还有什么人 来看过老太太呢 听他身边的丫鬟们说 关先生来过 那关先生给他开过药吗 没有 他没开过药 那老太太最后一次 喝我开的药 是在什么时候 出事那天晚上 吃完饭后 药渣和熬药的锅 还都在吗 都在呢 当晚秦司令 让把这些东西都封存起来 到现在还在那放着呢 我能把这些东西带走吗